很多朋友在私訊和粉絲群問Miu媽 弟弟平常吃什麼複食 我覺得做複食最重要是學會怎樣蒸水蛋 因為我們可以在水蛋裡面放各種蔬菜或肉類 就可以更加營養豐富 媽咪你做得很好吃 蒸水蛋給你吃好不好 你去玩吧媽咪煮水蛋給你吃 蒸水蛋我們先來打4個雞蛋 雖然是弟弟吃的 但其實我們大人都可以跟著一起吃 所以我今天做的量會比較多 如果你自信正比小朋友吃 你就去減一減份量就可以了 4個雞蛋我們加1匙羹鹽 鹽是有助於雞蛋凌固的 4個雞蛋就相當180毫升的蛋液 我們要發散雞蛋 水的份量我們就放270毫升 即是雞蛋和水的份量是1比1.5 水是1.5下 這個水如果你有條件就放40-50度的溫水 如果沒有你放冷開水也可以 就不要放生水 即是不要放水龍頭的水 處理好這個蛋液我們先放在一邊 我今次會加一些瘦肉去一起蒸 我們現在先調一調味 放少許鹽 少許胡椒粉 小朋友不吃得了可以放少一些 把它拌均勻 除了瘦肉我還切了一些胡蘿蔔 加一些胡蘿蔔去更加有營養 因為胡蘿蔔素是油濃性的 最好用油爆一下 這樣爆過胡蘿蔔裡面的營養物質 才容易被小朋友吸收 而且它會更加軟一些 因為我們第一次蒸 怕十分鐘它蒸得不夠軟 炒到胡蘿蔔熟透 油也有黃黃的就可以了 連油帶胡蘿蔔也一起倒下去 接著再加些蝦皮 蝦皮是免洗的 不需要洗直接用就可以了 蝦皮很乾淨的 而且一些都不會腥 蝦皮的鈣質豐富 小朋友吃就適合了 這盒蛋液我們倒少少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我們攪拌的時候 它就會有些水份在裡面 它這個肉就會變成肉餅 就不會出膠 我們是需要它有一粒粒的肉感 不讓它做成肉餅 肉碎攪勻了就放在碟裡 肉碎鋪平一些 蛋煮熟就會均勻很多 把雞蛋蒸出來沒有蜂窩狀 更加滑 我們的雞蛋液就要這樣去 過篩地倒下去 把泡泡過出來 蒸水蛋我們就要滾水落鑊 第二個雞蛋會嫩滑的秘訣 就是蓋上蓋子 或者你包一個保鮮膜也可以 再用大火蒸它10分鐘 然後再關火焗它10分鐘就可以了 OK 我們已經焗了10分鐘了 中間多豬肉的地方 它會不斷滲水出 會有些泡泡 但我們邊緣這一圈都是很光滑的 倒一匙匙醬就OK了 有肉有蛋有胡蘿蔔 營養超均衡 底底的飯是單獨蒸的 蒸得更加軟一些 因為它現在才碎幾 才開始吃飯 所以我們飯要蒸軟一些 比它好咬好消化 上次我們把雞蛋和肉類拌均勻 有點像糊糊 雖然沒有看 但是很好吃 而且很有營養 厲害了 肉肉要遮瑕 大口吃飯 厲害了 不要只看電視 嘴巴要動的 不要浪費 吃了餐飯換三個匙羹 用鴨鴨鴨這個 這樣拿著 這樣拿著 鴨鴨鴨吃 鴨鴨好厲害 好 大人都喜歡吃這個 大人都喜歡吃這個 想不到味 最後一塊 哇 雞蛋多嫩 這個側面看得到 雞蛋真的很嫩滑 下面的肉有很多肉汁 只吃都吃得下 只吃都吃得下